大家好 现在继续我们的三国战绩噩梦版的解说 现在许楚来到第二关斜骨道 这里是夏侯 这个是骑马的那个叫什么 骑马的那个叫 车里级 车里级的地方啊 这个名字很绕口 总是记不清啊 打的时候知道他是什么 总是记不清 现在车里级现身 要把这障碍物先打掉啊 先打爆他 这许楚这个 狂A啊 A的好快 在这版本里面 你看 A的特别快 好 再A 直接A爆他 继续狂A 再往前走一点啊 这个下 车里级就现身 哎 你看 这个卡位卡的也非常好 再砸 继续狂A啊 悠悠 我去这个 车里级还会发这个冰暴吗 刚才过去一阵 直接撞起来啊 车里级差点被撞死在里面 这个 这个许楚简直是一个推土机啊 撞起来 什么玩意都能推起来 好 再次窗A 狂A起来再撞一波 现在车里级已经胜血不多了 但是发现一个他的名字变成大一本狼啊 特别奇怪 实际上还是车里级的造型 这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骑马的 但是这个帽子不用打他了 只把这个撤离机打打败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顺利过关 还会射兵 现在是顺利过关了 好 加血的